龙牙女孩被拐到外地 13年生下两个孩子 而罪魁祸首竟是她最亲的亲人 时隔13年 龙牙女孩为国芳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虽然她无法开口说话 但是她却撕心裂肺地吼着 大家都知道她是在叫着爸爸 看到这样重逢的一幕 大家都感到无比心酸 而父亲也落泪了 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却没想到终于还是见到了 父亲仔细打量着女儿 看看这个失散13年的女儿有没有受苦 他抱着女儿 希望能抚平女儿这13年来遭受的痛苦 并大家十分好奇的是 维国芳怎么会到了这里 1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的她已经20岁 为何会没想过逃走呢 为了弄清这里面的曲折 还要从前不久说起 维国芳的朋友陈继云找到调解员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寻找维国芳的亲人 我说你在那里走是 他是他在广州火车站 他继续上厕所 你去睡觉 三下室回来的 他就被你别看来 你碰他两个老乡 两个亲人 他认识的 他走 就把他拼得又要来 陈继云告诉调解员 13年前20岁的维国芳和姐姐姐夫 一起去广州打工 然而刚到火车站 姐姐便说要去上厕所 就将维国芳独自一人留在火车站广场 然而几分钟不到 有两个老乡上前 直接将维国芳带走了 而维国芳被带走后 也遭受了虐待和毒打 维国芳多次想要逃跑 但是人生地不熟的 她刚一逃跑 就被抓了回来 等待她的就是毒打 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毒打之后 维国芳似乎也认命了 选择乖乖听从两个同乡的话 后来维国芳被转手了好几次 最终被以3000元的价格 卖到了这里 嫁给了一个单身汉 在这里度过了13年 维国芳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对于家的思念 却从未磨灭 她无数次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父亲的身边 而陈继云也注意到 维国芳的来历肯定不简单 但维国芳是聋哑人 又没有上过学 根本就不识字 最终在根据维国芳的饮食习惯 和跳舞的样子 猜测维国芳的老家应该是贵州 而维国芳也艰难地写下了家人的名字 通过这些信息 调解员帮忙联系了贵州的公安部门 在几天后 贵州这边传回了消息 我们从十个同名同姓的人中 对中筛选出了两个各方面信息 都十分吻合的人 那么这两个人 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她的父亲 然而这次传来的消息 却令人感到失望 调解员拿出资料给维国芳辨认 但是维国芳却吃摇头 维国芳极力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思 大家却无法理解 着急的维国芳直接哭了出来 冷静下来的维国芳 再一次比划首饰 并且拿出纸笔写了起来 维国芳的公公和婆婆告诉调解员 十三年前 维国芳被村里的一位年轻人带了回来 当时维国芳无法和大家交流 对于她的过往也无人得知 后来在村里的撮合下 维国芳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维国芳却时常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虽然在这里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她依然还是想要去贵州找自己的家 老两口尝试过很多次挽留 但是维国芳的心十分坚决 最后也只能作罢 而维国芳自己也去贵州找过三次 由于自己是聋哑人 交流十分不方便 这三次的寻亲都失败了 渐渐的 维国芳也放弃了找自己的父亲 而现在维国芳再次燃起寻亲的希望 公婆两人十分不高兴 儿媳好不容易说不着了 留在这里安心过日子 现在又提起了 要是去了不回来 自己的儿子又成了单身 两个孙子也没了母亲照顾 突然 调解员收到了贵州公安发来的照片 而维国芳看到这两张照片时 她的情绪彻底失控 这就是她寻找了13年的父亲 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照片 维国芳心如刀绞 13年的苦苦寻找 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于是调解员拨通了贵州公安的电话 而在电话里 民警也告诉了更多关于维国芳家人的消息 但是令调解员十分意外的是 民警提供的信息 和维国芳自己记忆里的信息 竟然有不少的差别 尤其是每个人的名字 最后一个字都是错的 那么这样的偏差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而这是知情人说出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气愤 在13年前 维国芳和姐姐姐夫一起去广州 姐夫特地留了个小心思 将家里每个人的名字都改了一下 然后写出来给了维国芳 而令人更气愤的是 姐夫把家里的地址也写错了 如果说是不小心出错的 那还可以原谅 可是这么关键的信息 为何他要故意写错呢 而就在这时 民警也在电话里说出 当年维国芳失踪后 维国芳的姐姐回到老家报案 说妹妹在浙江的一个广场失踪了 而维国芳是在广州火车站被拐走的 这就令人感到十分好奇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相隔上千公里 那么姐姐姐夫如此费尽心机这么做 是在掩盖什么 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大家此时脑海中 觉得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甚至怀疑当初就是维国芳的亲姐姐 将她带到广州 然而让人拐走 而姐夫故意给她错误的地址 和家人名字 那么就是让维国芳找不到回家的路 因为维国芳是聋哑人 而纸上写的又是错的 想回家无异于登天 而姐姐回到贵州后报警 故意将妹妹失踪的地方 说成是浙江 那么就是在欺骗所有人 想到这里的所有人感到无比的愤怒 这可是自己同父同母的妹妹 她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此时维国芳的姐姐 给调解员打来了电话 说他们已经开车前来寻亲了 而当调解员将消息告知给维国芳时 维国芳的表情却十分淡定 甚至还有些厌恶 调解员心中有些疑问 在见面的时候 调解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姐姐没想到 调解员竟然会这么询问 她表示完全没这么回事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 她又给不出一个解释 最后她直接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应该翻篇 现在妹妹也找到了 希望大家也不要再追问了 不要破坏一家团聚的氛围 而维国芳看着载着亲人的车越来越近 她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喊出来 而见到父亲的那一刻 她直接跪在父亲面前 给父亲磕头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还能见到父亲 维国芳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 因为这一刻她盼望了许久 她一次一次逃跑 但又一次一次被抓了回来 而父亲也告诉调解员 女儿丢失后 她也十分难受 因为女儿先天聋哑 所以自己对她更加上心 自己给予了她更多的爱 后来自己和妻子离婚 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妻 再后来 前妻也重新组建了新家 但是继父对姐妹俩很不好 经常逼着她们干活 而小女儿维国芳 就是那个时候 跟着姐姐姐夫出去打工 被人拐走的 有的老乡说 维国芳被人以一百元的价格 拐到了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这些年 她也到处找过女儿 但是茫茫人海 找人哪有那么容易 好在现在终于找到了 而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维国芳给所有人都倒了一杯茶 却没给自己的姐姐准备 而她是聋哑人 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 或许是心里还在怨恨自己的姐姐 当初出门时 姐姐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而她却把自己弄丢了 看着妹妹的做法 姐姐的脸上也十分尴尬 无奈之下 她只能解释当初发生的一切 姐姐告诉大家 当初自己和丈夫带着妹妹出去打工 而妹妹是聋哑人 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 所以自己就将妹妹托付给继父 让她将妹妹带回家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继父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十几年里 自己也十分后悔 姐姐的解释有点牵强 但是姐夫为何要写出错误的地址和名字呢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释呢 维国方如今也感到释然了 毕竟自己再次见到了父亲 他也不想再去纠结过去的事了 对于自己的姐姐 他选择了原谅 父亲要回家了 他最担心的是 女儿在这里过得好不好 而女婿的话 他也稍微感到安心了 13年的苦苦寻找 如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而女儿也已经成家 并且还有两个孩子 父亲也不再追究什么 他只要知道 女儿过得很好 就满足了 关于这个故事 你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